今天的依资博股推介就是中国海外6800 经济部的投资业话 早减选原因是港股恐慌情绪高涨 短期震荡未完 约市之下两汇国策股是有支持 在稳增长、财政和信贷规模加大的背景之下 内地楼市政策可望放松 内房股首选财务稳健的中海外 中海外往迹股息率超过5厘 属于高息蓝筹股之选 进可供退可守 弹博预测公司2021到2023年的股息率 分别是5.5厘、5.9厘和6.3厘 外房政策趋向放松 中海外今明两年盈利有望回复稳定增长 弹博预料集团2022和2023年的盈利 分别是431亿和460亿人民币 外年增长7%和6% 财务集团财务优势显绝 截至到去年6月底 中海外做到三条红线零踩线 资产负债率大约六成 正负债率大约三成四 平均融资成本大约3.6% 都是处于行业的低位 财务具有优势 中国海外自1月初以大成交突破19.9厘力之后 股价持续强势 昨天疫史升1.9% 并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拖累港股向下的情况下 连续在多日企稳23元的关 策略上没有持货者可以存在23元附近收窄 以主要大行1月至今 给他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是27.3位目标 跌穿1月低位21.5就减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